9月12日主日晚上 连线献上了蒙古外民教会 创立18周年纪念礼拜 此次礼拜利用视频会议平台 连接了本教会和蒙古乌兰巴托 诺尔特古兰度假村 因新冠疫情限制聚会人数 所以圣徒们在各自的家里同参了礼拜 巴泽里宣教室主持礼拜 昂赫巴亚尔宣教室代导之后 由蒙古外民教会学生部献上了特送 将为圣徒们求平安的蒙古 传统物献于复神 好 好 好 讲师李美盈牧师 以约翰福音14章为主题经文 见证了真平安的话语 主父圣徒们顺着圣灵的引导 常常喜乐和谢恩 从而得享父神所赐的真平安 接下来李美盈牧师 用主任牧师祷告的拳党手帕 为圣徒们做祷告 蒙古万民教会的圣徒们 心里临到了平安 而且被圣灵充满 将所有感谢和荣耀归于 降下恩典的干预 交关圣徒们可目之心的父神 永不止息的万民的事工 今年接连多次的联系恩高聚会 为全世界万民圣徒增添了 灵力的充满 不但如此许多圣徒 通过全能手帕祷告 德意志蒙允 并向我们传来了幸福的见证 今天就来见一下 在六月的联系恩高聚会上 德意志后开始新生活的 刚果金沙萨万民教会的圣徒们 永不止息的全能时工 第一位见证人是住在金沙萨 沃尊地区的一位母女 李本和纳塔里 大家好 我是普杜里本 是纳塔里的妈妈 纳塔里是从2007年开始生病的 去过多家医院就诊 但医生们都诊断不出是什么病 在最后一家医院 我们得知她患的是脑膜炎和结核 从那时起 纳塔里昏迷了四个月 医生们认为纳塔里形同死人 于是准备将她转移到城市处 万幸的是三天后纳塔里醒了 不过她既不能说话也不能走路 医生建议我们出院 并说 求神保佑吧 我们已经尽力了 出院以后 直到纳塔里长到十岁为止 我们寻访了许多祷告院 但都无济于事 就在陷入绝望的时候 李本圣徒经熟人传道 接待了主 某一天 一位以色列的弟兄出席外民教会 他给我传道 于是我也去了外民教会 第一周 每天去参加祷告会 第二周开始聆听讲道 并蒙了很多恩典 话语如蜜甘甜 而且很有深度 因着生命之道 从那时开始 我出席了外民教会 自从来到了本祭坛 纳塔里开始有了变化 接受医治祷告之后 纳塔里的病情逐渐好转 但是因为头痛剧烈 他还是不能去学校学习 六月 李福仁院长引导 连线恩高聚会的时候 在纳塔里身上 发生了惊人的事 我上九年级读的是服装学 即使坐在教室里最前排的位置 我也看不清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 我身上的脑里出去了 头变轻了 而且头痛消失 眼睛也看得清楚了 感谢为我彰显神迹的万民的神 看到女儿恢复健康 我感到非常幸福 感谢韩真范牧师 因着为我女儿祷告的李福仁院长 真是感到幸福 非常感谢你 神在你身上彰显了荣耀 我真高兴 是的 我也非常幸福 我们真的喜乐 神真是慈爱的神 感谢神 第二位见证人 是生活在金沙萨外民教会支声殿所在的 金沙萨外民教会支声殿地区的加百列圣徒 我五月份开始生病 去过几次医院 但是都无法医治 我的身体非常沉重而且虚弱 一天之中 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有一天 在礼拜的时候 我得知了李福仁院长引导恩高聚会的消息 我每晚以祷告做准备 当我到达那里时求神医治我 我相信必定会得医治 因为在万民里通过聆听圣洁福音 我和家人都有过蒙神得志的经历 终于 举办恩高聚会的日子到了 加百列圣徒以渴慕的心来到了教会 到达教会的时候 我的身体还是非常沉重 当我祷告的时候 感觉有人出去了我头上沉重的负担 原本身体非常沉重 可是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从身体里出去了 我思考身体发生了什么事 领悟到这是因为院长的祷告 我的身体临到了平安 我住院三周 但是身体依然非常沉重 今天我来到这儿的时候 依然如此 我坐在那边 当我接受祷告的时候 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身体里出去了 就像脱下头上所戴的帽子一样 非常感谢神 从那天以后 直到今天为止 我的身体非常轻盈而且平安 感谢神做工 是李夫人院长引导此次聚会 感谢韩真凡牧师 感谢他邀请我们参加恩高聚会 又使我们蒙恩得志 原本查不出患了什么病 身体又无力的加百列圣徒告白说 现在身心轻盈 不仅可以在家里打扫卫生 还能运衣服 因着能帮到家人而感到非常幸福 我们之所以在万民里是因为这里的祷告之火不熄灭 这表明神活在 所以我在万民里面感到非常幸福 我永远是万民的一员 不论在何时何地 圣徒们因可慕恩典向神祈求时 一样做工的父神主圣灵的大爱 将所有感谢和荣耀归于三位一体的真神 向着全世界灵魂到外面的事工永不停止 自分之受力 自分之称 教人的教育 教人的教育 友大学 高院学校 教人的教育 教人的教育